这个呢就是我唯一用过的一支CC霜是巴尼兰扣架的 跟刚刚那支BB霜是同一个牌子 这款CC霜呢也挺有名的 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用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换过 然后我家里呢还有很多的囤货 我打算一直用下去 那这款CC霜呢它有四大特色 第一是补水 然后它还可以调整你皮肤的颜色 有提亮肤色的效果 并且呢可以整理肌肤的纹理 这款CC霜跟BB霜不同的是 它不是那种肉色的 而是那种白色的乳霜 在脸上的效果呢 也是那种非常清透 就是透亮的感觉 我经常呢就是会把它当作primer一样用 就是先用它打一层底均匀一下肤色 然后再上BB霜 但是要跟大家在这里说一下就是 如果你用CC霜做primer之后 可以用BB霜再覆盖在你的脸上 就是可以遮盖一些那些 没有就是覆盖上的那些 雀斑啊瑕疵啊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用了CC霜之后 再用Fondation一般的粉底液的话 那在脸上的效果呢 就会大打折扣了 这款CC霜呢 它覆盖毛孔的能力还算OK 就是基本上能覆盖个50% 但是像痘印雀斑以内的 我刚刚也说到了 它的遮瑕力几乎为零 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要单独 使用这支CC霜的话呢 那脸上问题比较多的女生 我就不太建议了 但如果你是那种 你的复制真的比较好 然后你就是想要那种比较透亮 只是均匀一下肤色的话呢 那这款Fondation的CC霜 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那这款呢 是妮商家的 Perfect Color BB Cream 这款BB霜 天女就知道它是主打遮瑕力的 那它的遮瑕力确实是非常的好 同时上脸的感觉也不会非常的厚重 那除了可以有效的 就是color住你脸上 像眼角眼尾的一些细纹 脸上的一些雀斑和痘印之类的 它可以就是提亮一下你的肤色 我这款的色号呢 是No.21 21号 稍稍的有一些偏白 适合那些皮肤稍白一些的女生 或者就是希望上妆的感觉 会比较白一些的女生 那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的BB霜呢 它有SPF42 PA三个夹 那夏天外出用了这款BB霜呢 你就可以不用那么经常的补妆 或者是防晒了 待会儿给大家试一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BB霜呢 会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利洛伊家的Waterjob BB Cream 那我之所以说这款BB霜 会比较特别一点 是因为它不像其他的BB霜 是因为添加了珍珠的那种成分 才使你的妆感显得很有光泽度 那这款BB霜的光泽度 是完全来源于你皮肤自身的 那它上面就是介绍了里面有很强大的水分 有那种Moisturize的感觉 就是让你的肌肤有那种水润润的感觉 是你的肌肤透出来那种很健康的光泽感 而不是用化妆品 然后在覆盖上皮肤呈现出的那种光泽感 那因为这款BB霜里面是水水的 你用之前呢必须摇一摇 使它里面的那个水分和它的液体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才可以使用 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涂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是有水会流出来 它没有跟它的那个粉底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那因为这款BB霜含有的水分很多 所以滋润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即使妆前保湿 不使用那些保湿的primer也没有关系 它的妆感而且化出来就是十分的轻薄 非常的服贴 但同时它肯定有缺点 缺点就是它的遮瑕力跟持妆力 持妆力都稍微的差了一些 而且防晒也稍微的差了一些 这款它具有SPF27 PA两个加 那待会给大家试一下 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呢 是Skinful家的芦荟BB霜 因为里面含有芦荟的成分 所以这款BB霜的锁水效果非常好 能让你的肌肤维持一定的水分 看起来很健康的那种样子 这款BB霜呢同时也是那种极多功能 于一身的这么一支BB霜 除了可以保湿以外 还可以保护你的肌肤 受到紫外线的伤害 有一些隔离的功能 然后它的粉质也非常的柔和 就是很好推开 遮盖力也不错 另外这款BB霜呢 就是添加了那种超微犀利的粉末 就是可以平衡你的 平衡你肌肤多余的那些油脂 夏季使用了就是控油效果很不错 然后持妆力也很好 很持久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防晒指数真的很不高 它只有SPF20PA一个加 那在这里稍微再跟大家提一下 我之前有用过它们家 好像是淡黄色的那一款 就是蘑菇的那一款 遮瑕力呢非常好 但是因为上脸的效果太白了 而且妆感非常的厚重 所以不太喜欢 后来就不用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呢 是The Face Shop家的 Quick and Clean BB Cream 那中文好像是叫爽洁无油BB霜 那现在说一下它的颜色 这款颜色呢是蛮自然的 而且非常好推开 就一点点就能涂满你整张脸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控油效果非常好 除了你的TQ之外 就基本上不会有出油的现象 而且非常的贴合肌肤 妆感很清透 有那种裸妆的效果 另外呢这款就是长时间的 就是每天你都用它呢 几乎都不会长痘 它的非常的温和 就是敏感肌肤 我觉得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这款BB霜好像没有什么防晒的功效 没有看到上面写SPF值 所以我觉得如果用这个的话呢 你需要事先做好防晒 那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 欧美的BB霜 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些都是韩系的BB霜 就只有这一支是欧美的品牌 这支是 Too Faced家的BB Cream 我记得它家出BB霜应该是挺早的 我当时记得在斯福兰逛的时候看到出BB霜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支 但这支BB霜我就很久都没有用了 我觉得它们家的BB霜在欧美的专户品牌里出的应该是蛮早的 那这款BB霜呢也是属于那种多功能用途的 就是Multi Benefit Skin Care Makeup 也是属于那种可以就是有一些养肤功能的那种BB霜 但我刚说了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用了 那这款BB霜呢因为颜色太重 而且妆感也实在是太重了 所以就是除了有的时候会用它来调和一些比较偏白的BB霜之外呢 我基本上就没有再怎么用过 好刚刚那些BB霜呢就大概给大家介绍完了 现在给大家试一下它们的颜色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前五款BB霜还有CC霜上手的效果 那我来分别给大家涂开看一下 那大概的颜色就是长这个样子 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后五款BB霜的颜色 我来推开一下给大家看 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以上这些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支BB霜还有一支CC霜 希望对大家选购BB霜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 然后就到中间这一大块了 这一大块呢就是放我最喜欢的眼影盘 先说第一个 Urban Decay Naked 3 粉色的大地系 非常日常的妆容 还有这个 也同样是Naked Smoky的这个眼影盘 再说这个 非常漂亮的这个 是他们家15周年的新亮版 请不吝点赞并且清理一下